話說我們懷疑阿皮死了 他不是睡覺了 所以我們現在找人破門進去認救他 白車在樓下已經準備好了 知心就是轉動黑箱車 但我們都試了一整個小時 鎖匙都還沒有 喝到他 但過激他都不醒 今天我們住的這間酒店 叫做The Space Hostel Bangkok 酒店是位於Richard de Ville的Bangford Road 現在很近市中心 酒店老闆說 只要走出酒店轉左再轉左一直走 就會到Richard de Ville BTS 站 這個說話思思聞聞的就是老闆 他還教我們搭一個站 就到Siam BTS 即是你說的市中心 這麼方便 我先去購物吧 等等吧 如果大家還想去其他地方 又不想去BTS站的話 可以考慮乘搭的士 又或者叫Grab來接你都可以 不說那麼多了 我要去迫斯掃貨了 評分吧 首先酒店贊助 這個我已經滿分了 認真說 那樓下的大堂其實我挺欣賞的 因為呢 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你要除了客人才可以回家 這樣 下面有職員就叫你Take off the shoes 就可以進來這個酒店 舒服一點 你都覺得乾淨一點 泰國人其實是一個很乾淨 很整潔的國家 那 你說設施了 酒店裡面 淡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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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覺得 因為泰國我會來感受多些 周邊的氛圍 走路感受文化 在酒店睡得舒服 那些很足夠的東西 交通 因為沿著這條路 一出去 去轉大樓下幾分鐘已經是Ratchet 沒走幾分鐘的一程 我們還想點得方便 還要附近有兩間車仔 沿著樓下兩間車仔 我想點部級 你大小都有 更方便你拍攝71公里 所以 我對這間酒店的評分都挺高的 你說 10分來講 我起碼會給7-8分 你不要看這間店 簡簡單單 低著 原來的 沒事的 不會死的 還會動 可以轉身 射個3分 波